在了解二元一次连历方程式的解 是必须要让两个方程式同时成立的道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始学一下 我们怎么解二元连历方程式 那么解二元一次连历方程式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带入消去法 第二种叫做加减消去法 那么不管是带入消去法 或者加减消去法 都含有消去这两个字 那么什么东西叫做消去 为什么要消去 又要消去什么东西呢 其实消去指的是消去一个位置数 二元一次连历方程式的二元指的是 他有两个位置数 那么一旦我消去一个位置数以后 就会让二元一次方程式 他变成一元一次方程式 那么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法 就会比较简单做 因此我们在解二元一次连历方程式的过程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是要把二元一次连历方程式 消去一个位置数以后 变成一元一次方程式以后 再来解他 那么另外一个位置数怎么办呢 就把它带回去原来的式子 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 那我们就可以顺利把它解出来 这样子听起来 或许你会有一点模糊 那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来看一些例子 来了解什么叫做代入消去法 什么叫做加减消去法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代入消去法 解二元一次连历方程式 什么叫做代入消去法呢 我们就是要透过代入消去一个位置数 让二元一次连历方程式 变成一元一次方程式 这样会比较好做 好我们用实际的例子来看一下 比方讲s等于2y 然后s加y等于9 这样的一个连历方程式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把题目抄下来 好 首先我们将上面这个式子叫做一式 然后底下这个式子 我们就叫做二式 第一个式子告诉我们说x等于2y 换句话说 我只要看到x 就可以把它换成2y 因为x就相当于2y 那所以我就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就将一式带入二式 那将一式带入二式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讲 就是只要看到x 就把它换成2y 好 那我们将一式带入二式 第一个x 看到x了 所以就把它换成2y 然后加y造超等于9造超 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只是把这个x 用2y来表示 那就得到2y加y等于9 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2y加y会等于3y 所以3y就会等于9 除过去 他就是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除过去 y就会等于3 我就解出来y了 那么y解出来以后 还需要解除x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再带回到x 带回到1次 那带回到1次 就是x会等于2y 就是2乘以y 换句话说 xa就会等于2乘以y yy是3 所以2乘以3就是6 我就解出来x等于6 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一题的答案 就是xa等于6 然后y等于3 那我们来看 在这个解题的过程里面 我将1式带入2式 x也等于2y 所以我只要看到x 就把它换成2y 那带入以后得到这个式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就透过带入 把x这一个位置数给消去了 剩下位置数y而已 这个时候透过带入 他就会变成一个 一元一次方程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利的 把它解出来 那么解出来以后 我们再带回第一个式子 或第二个式子 就可以把x给算出来 像这样子 就是利用带入消去法 去解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它说利用带入消去法 解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3s-2y等于21 跟y等于-2x 一样我们先把题目抄下来 那么上面这个式子 我们叫做1式 然后底下这个式子 我们就叫24 第一个式子告诉我们 3x-2y等于21 第二个式子比较特别 他告诉我们说 y其实就相当于-2x 换句话说我只要看到y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是-2x 所以刚刚是将一次带入24 现在我们要颠倒过来 会将24带入一式 将24带入一式 看到y就换成-2x 好带入一式以后 3x造超减2倍造超看到y了 这2y是2乘以y 但是y我要把它变成-2x 所以就相当于2乘以-2x 他会等于21造超 好3x造超 减掉2乘以-2x 会等于-4x 然后等于21造超 这个时候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一元一次方程式 因为我们刚刚透过带入 销距其中一个位置数 那么负负得正 所以就变3s加4x 就会等于7x 7xa就会等于21 除过去 x就会等于21除以7 算出来就是3了 x等于3 那y是多少呢 有1次可以带跟2次可以带 那我们当然带2次会比较简单 因为2次直接告诉我们 y等于-2x 所以带入2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带入24 带入2以后 y就会等于-2x 所以就是-2 乘以x是3 所以乘起来就会等于-6 因此我们就得到答案是 xa等于3 然后y会等于-6 这样我们就解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带入销距法 解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的方法 只是刚刚我们说过一次带入24 现在因为24比较漂亮 他直接告诉我们 y就相当于-2 βx 所以我们颠倒过来 变成将24带入一世 这就是第二题